真心 是 万事万法的本体 他是明的光明的 真心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真心 说的是一桩事情 自信是光明 所以见信之后 你看到整个宇宙是一片光明 大光明藏 这见信的人 再看不到黑暗 这就是真正智慧 现前 真正智慧 现前 不但是六根 借出六尘境界 通达 明了 而且你看到 变法界 虚空界 是一片光明 这暗是什么呢 暗是无明 无明从哪里来的 奇心动念 奇心动念 无明就先前了 自信里头的光明就没有了 被这个黑暗 遮住了 障碍 遮住了 所以 大臣一章 这一句话 他的意思是 真心 本体 明信 见信的人 见信 明信 见信 就是这个见信 自信 朗然 自信 自信里面的智慧光明 完全透露出来了 所以 一切黑暗都没有了 这称之为悔 我们今天 迷失了 自信 所以我们见的是什么呢 唯一暗 无明 没有明暗 我们今天 看的这明示 是什么原因 日月灯光 把日月灯去掉之后 就一片黑暗 你就知道 那叫无明 我们的太空 这诸位都晓得了 太空是黑暗的 太空不是明亮的 是黑暗的 如果明信见信了 太空是明亮的 不是黑暗的 他不需要日月光 日月灯光不需要 自然明亮 本来是明亮的 这个我们到底是 真的见信 还是没有见信 从这个地方就明了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 整个宇宙是一片光明 你们已经见信了 你还要看到有黑暗的 你还没有 没到这个境界 这是自信薄弱智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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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